欢迎收听小婷姐姐讲故事 如果不吃青菜 明依是个特别喜欢吃肉的小男生 每次吃饭妈妈都会说 明依,吃点青菜,别光吃肉 草原上的雄狮从来不吃青草 只有柔弱的绵羊才吃青草 我是足球场上的狮子 当然只吃肉,不吃菜喽 明依一边说 一边拿着大鸡腿大大的咬了一口 爸爸给明依解释 人和狮子的肠胃消化系统不同 狮子的肠道很短,适合吃肉 人的肠道很长 而且在肚子里是绕圈生长的 如果光吃肉,会很难消化的 可是肉太好吃了 青菜一点都不好吃 明依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不同意爸爸的说法 他还把盛着青菜的盘子推得远远的 明依,我们做个约定吧 你可以先做几天的狮子 光吃肉不吃菜 妈妈笑眯眯地说道 妈妈英明,妈妈万岁 明依欢呼着扑到妈妈怀里 但如果你自己要求吃青菜 我们的约定就结束了 妈妈认真地说 放心吧,妈妈 我是绝对绝对不会主动要求吃青菜的 明依自信地说 第一天,明依吃了一大盘炸鸡 妈妈果然没有催着吃青菜 明依吃得特别开心 足球场上的明依 果然像雄狮一样 跑得又快又有劲 晚上,明依躺在床上美滋滋地想 炸鸡真好吃 明天要是再配上一大杯冰镇可乐 就更好了 第二天早上 明依一口气吃了六根烤香肠 称得直达宝格 一口青菜也不用吃 真痛快呀 上午,明依参加幼儿园大合唱 她放了一串没有声音的屁 熏得同学们捂着鼻子跑开了 只剩下明依尴尬地站在舞台上 第三天 明依吃了满满一盘烤肉 不知为什么明依的牙齦变得肿肿的 脸上还蹦出来几颗小豆豆 第四天 第四天 明依面对着一只烧鸡 嘴巴想吃 肚子却胀胀的 明依已经三天没有大便了 她跑到厕所想拉便便 拉得屁屁火辣辣的疼 才勉强拉出来 几粒兔子屎大小 又干又硬的绿色便便 第四天 明依看着一盘火腿炒饭 勉强吃了几口 就吃不下了 下午的足球训练 明依上场跑了一会儿 肚子就疼了起来 她只好捂着肚子下场休息 肚子胀疼 身体沉甸甸甸的 明依浑身不舒服 第五天 明依看着面前的一盘炸小丸子 一点胃口也没有 这可是她平时的最爱 旁边的爸爸妈妈 津津有味的 吃着蔬菜沙拉 红焖胡萝卜 鸡蛋木耳炒青豆 明依看着那些诱人的蔬菜 悄悄咽了咽口水 周末早上起床后 妈妈说 明依 今天咱们去有机蔬菜农场采摘吧 一家人到了农场 只见大棚里 结满了红艳艳的西红柿 紫亮亮的茄子 金灿灿的南瓜 绿油油的黄瓜 明依第一次看着 这么多鲜嫩的蔬菜 她真想铺上去 嘎吱嘎吱的吃个痛快 爸爸和妈妈 一边采摘蔬菜 一边商量着晚餐的菜谱 明依跟在后面 听得直流口水 明依 今晚你想吃什么肉菜呢 妈妈回头笑着问 我 我 我想吃 明依 支支支吾吾了好半天 突然大声说 妈妈 我今晚想吃青菜 晚餐桌上 摆满了今天采摘的蔬菜 有西红柿炒鸡蛋 蒸茄子 凉拌黄瓜条 海米丝瓜汤 洋葱鸟炒木耳 明依大口吃着 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美味的青菜 到了晚上 明依急匆匆地 冲进了厕所 一阵扑鲁扑鲁的声音后 拉爸爸真舒服呀 厕所里传来明依的声音 爸爸妈妈相视一笑 小朋友 当我们拉不出便便 放屁臭臭的时候 要多吃什么呢 是蛋糕 蔬菜 还是肉呢 欢迎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